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 今天咱们要说的是一起发生在遥远的北方国度的 一起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的案子 这起案子错综复杂,而且因为种种各个方面的原因 导致警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不敢给这起案件下定论 以至于在数年之后,有几位当地的年轻人 以这起案件为名,自己成立了一支金属乐队来纪念这起案件的遇害者 那这起案子是怎么回事呢? 它发生在1960年的芬兰 在芬兰的南部有一个风景区叫伯多湖 那年的六月份,有四名少年来到伯多湖露营 但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其中的三名少年就惨遭杀害 只有一名男孩莫名其妙的幸存下来 但这唯一的幸存者,他也不知道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这个情况毫无疑问,这就非常奇怪 甚至可以说有点反常 因此芬兰警方认为,这唯一的一个幸存者,他有重大嫌疑 而在之后的调查当中,的确现场发现的诸多线索 诸多痕迹,全都指向了这唯一的幸存者 不过戏剧性的转折还在后面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查以后 警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可疑人物 这其中最为可疑的是一名间谍 这是一名来自苏联的间谍 而且这个间谍的诸多行为都充满了疑点 那么这个时候,这起案子就有点意思了 这凶手到底是哪一个呢 这起案件真相如何呢 芬兰警方为什么迟迟没有下定论呢 这一切咱们要从案发当天1960年6月6号开始说起 1960年6月6号这天正好是星期六 有很多游客来到博多湖游玩 这其中有一名老人叫做艾斯科奥伊瓦约翰松 他独自一人在湖边散步 在上午11点半左右 他走到了湖边的赫斯塔坡耶特辖角 这个赫斯塔坡耶特辖角 他也是在湖边 但是这个地方的比较偏僻 而且这里是一大片的树林 所以相对来讲 这是一个既偏僻又隐蔽的地方 因此来这儿的人并不多 那当时这个约翰松走到这儿有点累了 就打算找一片草地休息一会儿 于是他就往前又走了几步 那走着走着突然就发现 在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倒塌的帐篷 那一开始看到这个倒塌的帐篷 他以为是谁家这个帐篷不小心塌了 就想过去帮忙 可是走近了一看啊 这帐篷的情况让他大惊失色 只见一名男孩面朝下 趴在帐篷的旁边 男孩的旁边挨着一名女孩 女孩下身赤裸也趴在地上 这两个孩子浑身都是血迹 而且整个帐篷上面也都布满了鲜血 看起来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于是约翰松赶紧大声呼救 引来了周围的其他游客 有几个胆大的男人走过去 把帐篷掀开 结果在这个时候 人们才发现帐篷的下面 还有另外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同样是一男一女 而且都是满身的血迹 看起来非常吓人 面对如此场景 游客们赶紧报了警 15分钟以后 当地警方赶到现场 在经过初步勘察以后 四名少年两男两女 其中三人已死亡 还有一名男孩没有死 只是晕了过去 于是警方第一时间 把这个幸存的男孩 送到了医院 很快四名少年的身份 也被查清了 这两名女孩 分别叫做安吉图利基 和梅拉埃尔梅利 他们同岁都只有15岁 是当地的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 两名男孩 分别是他们各自的男朋友 他们叫做塞浦安特罗 和尼尔斯威廉 这两个男孩也非常年轻 只有18岁 是某家工厂的学徒 在这四个人当中 俩男孩威廉和塞浦 他们是发小 俩人关系非常好 女孩当中的安吉 是塞浦的女朋友 而梅拉是安吉的闺蜜 通过安吉介绍 梅拉跟威廉 也成了男女朋友 四个人是这样的一种 又是发小 又是闺蜜 又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那么在现场 这四名受害者 他们的情况 大致是这样的 唯一的幸存者 是威廉 她一直处于 无意识的昏迷状态 在她的头部和面部 有大量的淤青 而且布满鲜血 在手臂上 也有多处刀伤 趴在威廉身旁的 是她的女朋友 梅拉 梅拉的下身赤裸 左腿伸直 右腿略微弯曲 裤子被退到了脚踝 上衣也被扯开 她的头部遭到了 顿气的猛烈击挡 以至于颅骨骨折 这也是她的死因 在帐篷里面的 另一对小情侣 安吉和赛普 安吉的身体蜷缩 两腿弯曲 头部被一块毯子盖住 同样 她的头部也遭到了重击 导致颅骨骨折 这也是她的死因 在安吉的旁边 帐篷的更里面 是她的男朋友赛普 赛普的身体 被帐篷整个遮住 双手放在胸前 头部同样遭到了致命击打 死因同样是颅骨骨折 那从这三名死者 和一名幸存者身上的伤势来看 他们的身上都有刀伤 三名死者的死因 都是颅骨骨折 显然是遭到了锤子 或者其他盾气的击打 那么从这些伤势来看 又是顿气的击打 又是刀伤 显然凶手是有意 要置他们于死地 那么这个凶手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杀害这四个孩子 又为什么要置他们于死地呢 而为什么这威廉 最终没有死呢 我们不妨把时间回溯到案发之前 看看当天这些孩子们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把时间回播到约翰松 发现尸体的前一天 也就是1960年的6月5号 这一天的下午四点多 这四名年轻人驾驶两辆摩托车 来到了伯多湖风景区 他们在伯多湖南岸的赫斯塔波耶特狭角停了下来 打算在这里露营 因为这片地方树木茂密 远离景区的中心 游客少 而且方便他们搭帐篷 于是两名男孩先把摩托车停下 然后把露营工具从车上卸下来 之后两名女孩在地上负责铺毯子 寻找石块和树枝 两名男孩子则利用两边的树木 把帐篷掉了起来 他们利用随身携带的绳子和钳子 把帐篷顶部的两端和周围的树木 都绑在了一起 如此一来 一个坚固的帐篷基本上就搭好了 帐篷搭好之后 四个年轻人把吃的全都拿出来 坐在帐篷外面打牌聊天 玩累了 就去帐篷里面躺一会儿 或者去湖里面游泳 就这样 他们一直玩到了黄昏时分 那在这里咱们需要注意 芬兰的纬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芬兰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是在北极圈的内部 所以他们那儿 跟咱们这儿的黄昏时分 在时间点上是不太一样的 一般在六月份 咱们这下午七点左右是黄昏 在芬兰那边 晚上十一点左右 太阳才下山 而且人家早晨四点钟就会日出 有时候甚至三点多 太阳就出来了 所以说他们的黄昏 就是晚上十一点多 这个时候夜幕降临 几个孩子也玩累了 再加上他们这个露营的位置 也比较偏僻 而且树又多 所以在那个位置 感觉还有点渗人 还挺吓人的 当时除了流水声和鸟叫声之外 几乎就没有其他声音了 这样的氛围也让大家感到有点紧张 于是在吃了些东西之后 四个年轻人就钻进帐篷 进入了梦乡 那这就是在案发之前 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能发现这其中 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不过芬兰警方 在对案发现场的勘察当中 却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最大的问题 在帐篷上 这个帐篷上 有一些有趣的痕迹 首先第一 帐篷的顶部 我们刚刚说到 两个男孩用绳子 把帐篷顶部的两个脚 固定在了树上 但是警方发现 帐篷顶部 连接树木的这两根绳子 被人用刀给割断了 第二 帐篷的左右两侧 分别有两条被割破的大祸口 第三 帐篷的布面上 有二十几处大大小小的孔洞 第四 在帐篷的内部 有大量喷溅式的血迹 同时在帐篷门口 发现了四颗破损的牙齿 和一些头骨碎片 这四处痕迹 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头脑风暴 思考一下 说这个凶手行凶 他为什么要破坏帐篷 要割断帐篷顶部的绳子呢 其目的也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 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 说当时这四个孩子熟睡之后 凶手渐渐靠近 他先是割断了帐篷顶部的绳子 让帐篷塌下来 如此一来 孩子们就被包在了帐篷里 这样的话 他们就无法看到凶手的样子 在帐篷倒塌之后 凶手冲过去 隔着帐篷 拿出刀不断的刺向帐篷里的孩子 因此 在帐篷的布面上 留下了二十几处 大大小小的孔洞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们肯定已经惊醒了 于是他们也拿出刀来 在帐篷上割开了两条大锅口 想逃出去 而凶手发现孩子们要跑 于是随手拿起旁边固定帐篷的石块 隔着帐篷 对里面的孩子乱砸一通 因此 在帐篷内部 留下了大量喷溅式血迹 还留下了四颗牙齿 和一些头骨碎块 而这通猛烈的打击 最终也导致了三死一伤 那这样的话也是符合三名死者头部 遭受重创 导致颅骨骨折的情况的 所以说这番推理如果成立 那么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就会出现 这个凶手他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 那么这个凶手他会是什么人呢 会是孩子们的熟人吗 于是警方赶紧调查了这四个孩子的人际关系 但是很遗憾 没有收获 毕竟两个女孩刚刚15岁 还是学生 没有什么交际 两个男孩虽然在工厂里面 但是他们仅仅只是学徒 也没有什么交际圈子 谁都不敢得罪 所以说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不太可能是愁傻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警方只能再把视线重新放回到案发现场 以其找到更多的线索 案发现场的确比较凌乱 能够看到的东西也很多 比如在帐篷旁边 有两双女鞋被整齐的放在地上 其实这一点似乎也可以在侧面证明 两名女孩遇害的时候 他们在帐篷里 他们没有出来 另外帐篷旁边的树枝上 挂着一件绿色毛衣 一条蓝色毛巾 一件蓝色女士风衣 以及一件女士泳衣 这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当天女孩们下去游泳了 在帐篷南侧的不远处 停靠着威廉和赛普的摩托车 帐篷西侧 放着一个女士挎包 包内有一个笔记本 不过本子是空的 还没有使用过 在帐篷北侧的地面上 掉落着两个男孩的烟盒 在烟盒里面还有六支香烟 看起来应该是不经意间掉落在地上的 另外 在唯一的幸存者威廉的口袋里 有一枚避孕套 那这个情况也比较正常 那么从现场的这些情况来看 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不论说是泳衣 是烟 还是避孕套 这都是一个正常的年轻人的露营活动 应该有 或者可能会有的东西 如果说在案发现场 有一些奇怪之处 最为奇怪的只能说 是两个男孩的鞋子 这两个男孩的两双鞋 跟女孩的鞋不一样 他们的两双鞋子 没有在现场附近 而是在距离帐篷600米开外的地方 才被警方发现的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其中的一双鞋上 有大量的血迹 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 这些血迹到底都是谁的 这应该是现场存在的 唯一的一个比较可疑的地方 为什么这两双男鞋 会在距离现场这么远的地方呢 目前还不得而知 之后为了进一步掌握更多情况 警方出动了警犬和潜水小组 利用警犬对湖区周围进行第二次勘查 同时潜入湖中 寻找可能存在的其他线索 比如凶器 但遗憾的是在一番勘查之后 既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也没有发现凶器 由此在现场的两番调查失利 让警方感到非常的头疼 他们只能盼着在其他方面 能够找到更多的线索 在案发第三天 1960年6月8号 法医对三名死者展开了尸检 三名死者 头部和面部遭到了严重的顿器打击 头骨多处骨折 这也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在现场发现的四颗牙齿和头骨碎片 后经证实属于梅拉 这说明梅拉遭受的攻击是最为严重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两名女生都没有被性侵 这说明凶手应该不是涂色 那么至此 没有仇人 也不是涂色 那有没有可能是为财呢 这似乎也不太可能 毕竟这四个人都是年轻人 都十来岁 还没有什么钱 身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唯一的最值钱的应该就是摩托车了 但这两辆摩托车依然停在原地 这也就说明凶手不是为财 那么这个凶手他到底图什么呢 究竟是什么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不声不响的造成三死一伤呢 虽然这些孩子年纪都不算大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啊 毕竟这有四个人啊 想到这几个问题 芬兰警方灵光一闪 他们想会不会是内部人作案呢 换句话说 会不会这个凶手就是唯一幸存的威廉呢 毕竟这个威廉 他的位置得天独厚 没有人会提防他 都是朋友 那如此一来 也就不会存在双拳难敌四手的问题 他只需要突然袭击 把这三个人逐一击破 那就大功告成了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受到伤害最为严重的 我们刚刚说了 恰恰是威廉的女朋友梅拉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在那双沾满血迹的鞋上 法医有了新的发现 那双在帐篷六百米外 发现的沾满血迹的运动鞋 后经家属辨认是属于威廉的 而且这个鞋子上面的血迹 在经过检验之后 法医给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大为震惊的答案 鞋子上面 同时包含着赛普 安吉和梅拉三个人的血迹 唯独没有威廉的 而且这些血迹 全部都是喷溅在了鞋子外面 鞋子里面一点都没有 这说明在案发时 这双鞋一定是穿在脚上的 所以说只有表面上被溅上了血迹 而通过法医鉴定 死者遇害的时间 应该是在凌晨的四点到六点 那么凌晨四五点钟 威廉他为什么会穿着鞋呢 唯一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威廉当时 他不在帐篷里 那么顺着这条线索 继续思考下去 威廉的嫌疑 一下子上升到了极点 不过问题在于 如果威廉他真的是凶手 那么他的杀人动机 到底是什么 警方在调查了 威廉和梅拉的情感状况之后 发现了一种可能性 警方发现威廉和梅拉 其实刚刚在一起没多久 只有三周的时间 再结合警方在威廉兜里 发现的避孕套 一个大胆的假设就出现了 也许这个避孕套 是威廉特意戴的 他想借助这次露营的机会 跟梅拉发生一些情侣之间 夫妻之间才会发生的那种事情 于是在当晚大家都熟睡之后 他把梅拉叫醒来到帐篷外面 说出了自己的渴望 自己的想法 但没想到梅拉拒绝了 可能还对威廉进行了辱骂 毕竟他们刚刚在一起 三周的时间 那威廉丢了面子 双方就发生了争执 最终恼羞成怒的威廉 用匕首和石块杀死了梅拉 而另外两名同伴 可能发现了这件事情 于是为了防止他们报警 威廉一不做二不休 把所有同伴全部杀害了 在作案之后 他把自己和赛普的鞋子 扔到了距离帐篷600米开外的地方 目的是为了混淆警方的事情 这番推测可以说有道理 而且好像所有的线索 全都指向了威廉 不仅仅是避孕套 还有那双鞋 还有梅拉的身上 受到的最为严重的伤势 似乎都可以证明 这起案子是威廉干的 芬兰警方这边 对这番猜测 也是有着十足的信心 只是目前 威廉还在昏迷当中 警方只需要等他醒来 就对他展开讯问 从而更进一步的得到他的口供 那么这起案子 威廉到底是不是凶手呢 我们前面提到过 在之后又出现了诸多其他的可疑人物 其中甚至包括一个可疑的间谍 这些人物又都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大家稍安勿躁 稍后下节 咱们再接着说 如果您喜欢点击关注即可 好 稍后咱们下节再见